现在夏季温度越来越高 一般温度超过30度以上 君子兰基本上就处于半休眠 甚至休眠状态 所以我们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给君子兰浇水有四个要点 一定要注意好 那么是哪四个要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浇水的时间 一定要避开中午高温阶段 避免盆土温度过高 而导致这个难跟软腹的现象 那么我们浇水的话呢 最好就是选择在早上9点前 或者是下午四五点之后再来浇水 这个时候的话呢 温度呢相对适宜 浇水的话呢 才不会造成君子兰浇涨不良 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浇水的水温 水温和盆土的温度呢 不能够相差五度以上 最好就是用困水来浇 这样的话呢 才不会刺激根系 也可以避免你的君子兰浇涼 第三点就是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沿着盆边小水慢浇 不要大水慢灌 特别是不要把水浇到叶芯里面 如果把水浇到叶芯里面 叶芯呢 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 它这个水分的无法蒸发出去 很容易造成你的君子 来出现难心的情况 第四点就是浇水方法 我们浇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干透 消透 不要只浇半截水 如果只浇半截水没有浇透了 多肉的根系很容易 因为缺水而干枯空根 所以呢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夏季多肉浇水需要注意的四个要点 好啦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